当初显眼瞪记者 没想到真的还是参选了 被冠上马英九2.0 朱立伦好像逐渐失怀 那当然啦 这个网路都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戏虐啦 有一些想法啦 难得轻松还能自嘲 不过朱立伦要凸显 谁务实 谁空心 是网友的一个戏虐啦 不管是女版或者是2.0 我想还是回到一个 务实的一个层面 征召参选后 朱立伦密集上媒体专访 第一波空战要先找回来宁士气 更锁定蔡英文两岸政策 发动攻势 陆战下乡行程也将登场 更把访美视为拉抬绅士的重点 对蔡主席的访问 当然也很成功啦 我们也恭喜她 那我希望我们将来的访问 对于整个朝野跟美国的互动 能够给更进一步的成果 那所有的外交的努力 都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那有成果也是全民共享 那如果说朱主席这一次去美国 能够在我们的基础之上 打开更多的空间 我们也能关起声 想把外交成果转内销 两人都客气恭喜对方 就算绿营依旧紧咬带直 参选违背承诺 但朱立伦不让自己陷入泥沼 急起直追不让对手轻松选 记得总统报道 我觉得这个朱立伦其实是蛮有步骤的 可见他其实蛮早就在计划选总统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他礼拜六才刚坐上这个位置 但是他接下来一连串的媒体专访 然后这个专访完之后 建了梅建华 然后释放出十一月要防备消息 就是说他其实步骤极快 而且都在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心机极深 可见他拔住换住这件事情 绸缪已久 那他现在是党主席 又是新北市长 又是总统参选人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要担任 双重的统窟的角色 因为你是总统参选人 又是党主席 就你有看过这种统窟 自己在统自己党 哎呦我们党分裂的很严重 超乎我想象 这个前一辈的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谁跟本土派又跟什么派 哎呦有这种党主席 那你觉得被你点到的这些人 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说为什么是由你来诠释 我跟人家有没有心结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心里面 那个程度是什么 我们自己最清楚 怎么会是由你来诠释 而且你把我们讲得这么不堪 说好像我们每天忙着 就是在忙党内互动 而且朱立伦还讲王金平 他说他没有选总统 是因为他家人反对 他老婆反对 王太太反对 那是之前那是年初那个时候 不是现在王太太反对 没有这回事 那所以你觉得王金平心里会怎么想 你怎么会来帮我诠释 我要不要参选总统这件事情 而且他讲一句王妈妈 意思他比他们家还要年轻 叫王金平的太太叫做王妈妈 对你说这个人耳不合心 这个人其实他都撇清了所有的事情 撇清了所有的关系 可是他却掌握了所有事情的诠释权 他诠释了党内的内斗 他诠释了王金平 要不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全部都由他一个人来发言 别人没有什么发言的机会了 那所以你觉得王金平在媒体碰到 问他访问的时候说 党主席说你因为你老婆反对 所以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 你觉得王金平心里会好受吗 你觉得党内的纷争不会因此 因为你的发言而更加扩大吗 人家不会跟你更有心结吗 会嘛 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吗 因为所有的好处都被你占尽了 都是因为他不来选啊 都是因为他老婆反对啊 都是因为你们党内太严重啊 所以我超委屈的 我只好坐上这个位置 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 现在所有的好位置 都被你一个人占据 一个屁股挤了三个位置 然后你告诉大家说 我超委屈的 我真是 我就是承担嘛 我真是笑骂尤人 随便你们怎么骂 我就是一副委屈一样 我觉得朱远 你演戏演成这样 真的是太过离谱 刚中东小平议员在讲说 对过去国民党的两岸和平牌 跟经济牌是国民党的强项 可是其实我一直希望说 台湾各个政党 特别是这主要政党 其实都应该要更前进 都应该要更进步 也就是说你们的强项 这件事情就不要一直在用 现在没那么强 对对对 你说没那么强 但是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招数 始终没变 就是二十年来 我们看到国民党 他只有这一招 那这一招有没有长进 他没有长进 他没有成绩 但是仍然拿这个东西出来 就我们期待的政党 他是会进步的 他可以更表现的更好 所以你必须使用一些新的招数 你必须有一些新的卖点 你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说服人 结果国民党没有 朱亦伦参选第一件事情 就先吓大家 中华民国要消失了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是老共吓台湾人 我觉得那可以理解 毕竟你跟我是敌对国 你恐吓恐吓我 我知道你会有这样的立场 你既然是国民党是执政党 你自己人下自己人 你到底居心何在 你朱亦伦一开始就说中华民国不见 然后国民民党都会害中华民国 是这样吗 中华民国就像金门大桥的浮桥一样 碰到选举的时候就消失了 选完了他又复活了 在国民党手中 中华民国被你恐吓消失了几次 十次以上 台北市长也在给你消失 选总统也在给你消失 结果事实证明中华民国有没有消失 请助理人你回答 消失了没 答案是还在 我们还在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你不要呼嚷人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白痴 你把党内的人 全部玩在一起 然后现在你打算要玩 全国的老百姓 而且你刚刚跟我们讲 那个我还要讲一下那个 那个谁 彭秀柱 就现在传出来说 好啦大家都有位子 吳敦宇你就去代理党主席 彭秀柱你就去当副主席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权利 每个人都有位子 你看我全力也跟你们共享 所以我们党是团结的 大家都来帮我服选 等一下 你觉得 小英你是说我们洪秀柱 不是小英我是时期 不是时期 对不起 时期我看到你就想小英 时期你再说一句话说 柱柱姐的逆袭 就是要当国民党的副主席 这是国民党自己传出来的 这个他们人 人上面的位置的安排 那我只是觉得说 你跟洪秀柱搞成这个样子 你把党内弄成四分五裂的 人家的心都碎了 然后现在给你一个位置 我们大家好好团结 来帮我辅选 你觉得那个心碎了 缝起来 他不会有裂痕吗 他没有缝线吗 那洪秀柱就乖乖的去给你当副主席 然后全力的帮你朱一伦 辅选吗 你不要把人家想这么简单 不要吃人够够 我会觉得你既然是党主席 你要用一些诚意嘛 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在外面放话 像这种东西 你是沟通好了吗 你都已经跟大家开诚布公都讲好了吗 还是说先放消息 反正我已经放消息了 你如果不要这个位置的话 虽然你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是自己找难堪 我觉得当党主席不可以这个样子 你总是要做出一些真正诚意的动作 而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犯话 而且还拿刀同自己的同志 是 侍应你之前也在民进党里面 也从事党务工作 那会不会有一天 你们民进党的某个党主席 跳出来说 耶 我们党 我们这个党超不团结的 每个人各有三头 然后斗对方斗得很厉害 然后再一刀就刷 你看他本来要选总统把他干掉 会有这种事情吗 我们接到一个件事情是 不止如此 他说国民党是一个不团结的政党 再说一遍 这是国民党的党主席说 国民党是一个不团结的政党 重要讲三遍 从上单恩怨到马王政争 本土派北部都会去立委 互相责冠 裂痕比想象严重 哇 你有见过一个党主席 把自己的党讲得如此不堪 然后他当党主席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也是现任民营党 金融市党部的主任委员 那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不同人出来竞选或干嘛 可是选完之后 我想大家就是团结在一个棋子下面 那尤其是做一个党的代表人物 比如说像我担任党部的主委 我似乎也没有讲过说 党内不团结这件事情 那党内永远就只有团结 没有不团结 那我认为 这个朱立伦他讲这句话 似乎是在暗指 我觉得在暗指说 在他之前的国民党 有这些问题出现 那今天他出来要参选总统 担任党主席 就是要把这些问题给弥平掉 我觉得他似乎是在表达 这样的一个意思 怎么说呢 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本土派的部分 他去跟王金平谈 那本土派的部分产生冲突是什么 马王斗争 那北部都会区域立委的互相指控 是指什么东西 是指的是指我们住住节的事情 那这一些的事情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说 他还没当党主席之前 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可是当他当了党主席 尤其是他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 哇 他开始把这些全部都处理掉 所以他要讲的意思 我认为说他是一个救世主的意思 他就是一个国民党党内的救世主出来 因为他的出现可以让国民党党内全部能够一起 原来如此 他把国民党讲得很烂 就是因为救世主 我出来了 有这种这一招吗 好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 他这招做得很不错 是是是 所以我要问观众朋友一件事 刚刚我们节目上面批是说 到底你是党主席还是治国的明军 其实我还记得一个事情是 你是家长吗 那我现在请大家问一个问题 等会稍后请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如果七舅也不挺 那么租家务 这个家务事也难骑 那怎么治国平天下呢 我们就谈谈朱立伦 因为他老婆也似乎 最近跟他打冷战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这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那个维雄委员 来我们来看这画面 因为我们一定要找一个 你最想要谈的人 这个人当然现在不是宋楚瑜 都会谈谈宋楚瑜 这个人叫做郝龙斌 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图 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张图是昨天的朱立伦 打今日的朱立伦 长长都好痛 因为他说一句话说 如果选完就立刻来选总统 我想民众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吧 这是他在选前被访问的事情 所以人家说昨日打今日 可是这位是叫郝龙斌 郝龙斌在林全会 给这个洪秀柱爱了抱抱 但事实上他在之前 是跟中央说 要把洪秀柱换掉 这两个人好像也是蛇鼠一气 不是这样 好像他们性格也蛮接近 稍后我们要接听观众的电话 同时我们谈谈朱立伦 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郝龙斌跟他也蛮像的 我们进行个广告 我们下期再见